买车前到展间看车 预约试诚 是汽车销售业务 每天的工作日常 但没想到服务看车 竟然成为犯罪集团 伸出狼首的目标 双北地区近日疑似出现 假看车真性侵的犯罪集团 成员透过网路上 物色各家车厂貌美的女业务 假借外约试车名义 趁机性侵甚至拍影片威胁 还狂妄地在群组中说 把人约出来就有奖金 锁定的对象还不止艺人 疑似已有女子受害 网路上就是穿丝袜 穿短裙的女业务 因为看车会有 有时候会比较近距离的接触 但他们就会对女业务毛锁 集团会先派人手 试探女业务有没有上班 再定金为诱因 网路上预约事成 让女业务独自艺人外出 再趁机下手 即便是没有造成 什么样的严重的危险 因为女生一定是受到伤 嫌犯联署打开 追踪对象 全是冒美女业务 疑似已有四人受害 假设成真骚扰 新形态诱骗手法 目前被害人到底有多少 相关单位 势必还得介入调查 女性的业务员 要多次出门 让一位男性的同事陪同 另外再提供放浪配录 业者无奈 销售市场竞争激烈 无法放弃网路拓展客源 多家车厂女业务 现在人心惶惶 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 业者目前也只能多增派人手 提高安全 希望类似事件别再发生 记者黄明君 范雅乔台北报道 我是王一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 传达最完整的资讯 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